最近這個00940可以說是在全台灣掀起了搶購的熱潮嘛 沒錯 而且今天是最後一天 沒錯 今天就是最終的募集日 那最近呢 網路上就流傳了一段影片 就可以看到有一名女子 她一次是因為買不到 申購不到這個00940 就忍不住的向營業員怒吼 要求要退還她20萬元 20萬 我要你賣一賞了 9.15就賣20萬 現在我的錢還給我 立刻 這段影片有20秒長 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子脫下口罩大喊 你叫我立刻會20萬 我禮拜一早上9點鐘我就會了20萬 現在我的錢還給我 立刻 這名女子疑似是因為不買營業員 沒有辦法幫她成功的申購到00940 因此按耐不住情緒 直呼 你現在沒有辦法申購 什麼時候可以申購 你又不講 因為你們一直不跟我聯絡 要求營業員要退還他20萬元 而00940引爆申購熱潮 雖然申購期限是到今天 但是玉山證券在13號就已經先公告 停止受理申購 與元大投信同屬於元大金集團的元大證券 也在同日的申業公告 3月14日起開戶不保證完成申購 沒錯 今天就是這個00940募集的最後一天 因為他4月1日才要掛牌上市 那麼在臉書就有一個號稱 先創起來放的00940自救會 我們看到沒錯 而且目前他在昨天的時候 人數一夜是衝爆了超過5000多人 那我們在剛剛開播的時候 我還有手機查了一下 現在此時此刻這個社團人數 已經突破了1.2萬人了 居然有1.2萬人 先買了申購了這個00940之後 就先加入了自救會 對 就是先進去再說 如果到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以為大家可以討論 有1.2萬的成員可以跟我一起 沒錯沒錯 那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他跟這個挑戰輕易規模的00940 是同步的成長 也是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是 那的確 現在有1.2萬人 在加入這個自救會之外 其實網路上也有兩派生 有人說要加入00940 有人就說其實不急著上車 那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這個知名團購達人486先生 陳炎廠 他就表示說 其實這幾天很多人都問他說 你有沒有買00940 或者是00939 那他就直接回嗆說 沒有啊 我白癡嗎 現在股票已經2萬點了 如果現在進場 未來可能會很危險 陳炎廠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很多人都在問他有沒有 申購00940 00939 他回說沒有我白癡嗎 現在股票已經2萬點了 現在買ETF 如果回溫到1.5萬 你覺得投入的錢會剩多少 而他的天文曝光之後 也吸引大批網友點頭認同 很多人的人說正忙著要下車 現在要上車的都太慢了 也有人說這跟產業一樣 一窩蜂都沒有好下場 還有網友說實力好的 不太可能買這個吧 更有網友同意說 本來他也失去理智 差一點要搶進00940 但想到現在已經2萬點了 現在搶根本就是當韭菜 於是自己就選擇收手了 那我們現在來告訴大家 另外一支ETF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 雖然都在封00940 但是另外一支ETF00915 他在最近這一年來 他的報酬是74.6% 是高股息的ETF當中的冠軍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這個00915 他在3月18號 將會迎來上市以來的第五次除息 預計每股到時候是可以配發0.72元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想要投資的話 最晚最晚就是在今天3月15號 可以買進參與 那大家就會觀察 為什麼這個00915 他的表現會這麼亮眼 不輸給其他的高股息的ETF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這個成分股 包含就是盤面上表現比較強勢的個股 像是有這個長榮鋼 新浦 太像 經濟歷程等等的 這些成分股他都有亮眼的表現 所以00915他的丈夫也是很有貢獻的 那就有財經達爾阿格利 他就認為說 其實這一支00915 他認為是被忽略的績效冠軍 那他就說 如果很多人都會跟他一樣有一個信仰 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避免被當韭菜嘛 不要一窩蜂 他說如果你也是有這種想法的人的話 他覺得00915其實就是非常好的代表 因為他算規模落後其他同類的ETF 因為他的這個規模大概只有80億 可是他的報酬在去年卻是最高的 等於說是隱形冠軍啦 讓大家分享參考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 昨天晚上也是在網路上 引發許多人關注的話題 就是大古祥平的老婆 對 因為他從之前就宣布結婚之後 對於他老婆的身分證是保密到家嘛 那其實之前外傳就說 他的老婆應該就是這個 前日本女藍的國手田中真梅子 但當時呢 大古祥平是回應說 他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啦 大家沒有必要知道 但是就在昨天晚上 大古祥平突然呢 在他的IG的限時動態上面 放上了一張合照 看起來呢 跟一名女子 就是畫面中看到這名女子 親密的站在一起 而現在呢 這名女子其實就已經被 這個社群平台X承認 說他就是大古祥平的妻子 也就是之前外傳的日本女藍國手 田中真梅子 到期頭號球星大古祥平 在台灣時間3月14日晚間 貼出一張照片 又將全世界閃下 大古的愛妻終於曝光 就是大家猜測中的田中真梅子 隨後到期官方也證實 田中真梅子就是大古的妻子 照片中 田中真梅子緊貼著大古祥平 站在C位 兩人看起來相當親密 先前大古祥平 對於太太的身份閉口不談 甚至強調他只是一位日本的普通人 不過就在他公布結婚訊息時 馬上就由日本媒體猜到他的愛妻 可能就是去年隱退的前日本女藍國手 田中真梅子 而大古曾談過 何太太是在訓練時認識的 幾乎側面證實了妻子的運動員身份 27歲的田中真梅子身高180公分 為日本前女藍球員 卻在去年底退役後 吳玉瑾刪光社群帳號 如今驚喜出現在大古祥平的韓國之旅 讓部分粉絲深信他就是盛傳已久的大古祥平妻子 而大古選擇在白色情人節這一天 正式宣布妻子的身份 不僅證實了傳言確實不假 也格外具有意義 大古祥平貼出和老婆的合照 但其實早在公開照片之前 他公布喜訊的時候 就有很多網友都透過各種跡象 猜測他的老婆應該就是前女藍國手 田中真梅子 大古祥平在宣告結婚之後受訪表示 兩個人在去年就訂婚 並強調老婆是一個很普通的日本人 但從各種跡象去證實 他的老婆應該就是前女藍國手田中真梅子 因為大古在接受雜誌專訪時說 老婆比我小2歲吧 我今年30歲 她應該是28歲 而田中真梅子就是比大古祥平小2歲 此外大古祥平也透露過 跟老婆是在短時間內碰巧見了幾次之後 開始交往 是在訓練的時候 這也跟田中真梅子 她是籃球選手 也需要訓練非常吻合 再加上日本媒體有猜測 大古祥平的老婆是誰 有不少女生都出來澄清 而田中真梅子是一直沒有出來表態 大古選在白色情人節這一天 正式公布妻子的身份 不僅證實傳言不假也格外有意義 那麼其實大古祥平 她自己在自己IG上面 她PO錯的是跟六個人的合照 那其實那個道琪隊她隨後又再度PO了一張 是兩個人夫妻倆的鏡照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畫面上 哇真的是 兩個人好甜蜜喔 最男美女的組合耶 就是因為有網友討論說 他們兩個都穿著黑色的衣服 而且他們腳上呢 其實踩的都是情侶鞋喔 他們當時照片踩的 大家穿的都是那個情侶鞋 看起來就是男帥女美非常的登對 沒錯 而且也有網友就說 他們兩個好像有一點點夫妻臉喔 就是長的稍微有一點點像 其實我覺得眼睛的部分非常的像 對對對 對 而且你看他們的眼睛就是 他們的那個臥蠶都很深很明顯 對 然後那個笑容的角度啊 我都覺得 哇 兩個人真的是很有夫妻臉 那也有網友就說 好險他的老婆不是模特兒 是運動員 所以他可以接受 但是也很期待 就是你看一個是棒球選手嘛 一個是前籃球國手 那到底他們未來生下來的小孩 會不會這個運動基因超強 然後到底以後是要打棒球 還是要打籃球呢 其實這也蠻值得讓人期待 而且顏值也覺得讓人非常的期待喔 沒錯 好 那其實喔 這個大谷翔平 他在IG上面PO出了這張照片之後 大家當然就在猜測嘛 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終於 盜齊隊的這個官方X平台啊 他們就出來官宣了 他們就在這個照片下面的圖說 他就說呢 這個照片呢 是大谷翔平 and his wife 就說 確認了 這個就是大谷翔平 跟他老婆兩個人 站在一起的合照 那這個說明曝光之後呢 相關的搜索關鍵字 也登上了社群平台X的熱搜 大谷翔平閃電公開他的愛妻照片之後呢 盜齊隊隨後就在X的官方帳號 公開兩個人單獨的合照 並且正式介紹 大谷身旁的人就是他的妻子 形同首度官宣 而儘管先前網友就不斷猜測 田中真美子就是大谷翔平的新婚妻子 但是大谷本人公開照片之後 仍然引發了不小的轟動 網友們紛紛狂讚 兩個人非常般配 而大谷夫妻 大谷的妻子 大谷的太太 還有田中真美子等相關的字句 也迅速的衝上社群平台X的熱搜排行棒